要不是現在在外面 我就拿起來甜 這真的是海膽吃到飽欸 我剛剛真的滿嘴海膽味 這麼大量的海膽其實一個人吃會膩 那為什麼可以一直吃呢 因為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瑞宇 歡迎來到孤獨的美食行 對 這就跟之前 孤獨的東京行一樣 所以有幫我訂一家餐廳 叫做開洞 然後他們最近有推出一個 很特別的好像是海膽套餐 那我其實是預約六點半 然後現在是六點 好像六點二十了 可是好像可以遲到十分鐘 那從工作室到台北上其實也不遠 所以現在就趕一下 然後我們到現場再好好的介紹給各位看 各位我找到了 我剛才迷路有點不太好不好 B106 我們現在到開洞了 它原來就在M6底下而已 然後往左邊一直直接走就到了 那我剛剛先拿了 就是它有免費附贈的味噌湯 然後飲料飯 那飲料飯我是拿淋黃水 我剛剛跟各位講就是 我覺得還不錯的點是 通常吃這類型的食物 這兩個是還蠻解膩的 那我一般來說 我去很多家店 其實是開洞太道玄米茶的 那加分 因為我喜歡喝玄米茶 那我現在這個時間 不太算吃飯時間 應該晚一點會更多了 在這邊跟各位講就是 今年會注意到 主要是因為去年它在暑假的時候 推出一個很屌龍機 去年是叫做 爆膽王洞 那時候水溫度超高 聽說那時候 上市一週直接賣出兩百元份 然後三個月累積銷量超過一千份 以這樣的銷量來說 其實是非常好的 那今年開洞推出了 最新的 北海道三倍爆膽王洞 比去年多三倍 它上面是有一整盒 北海道直送的 上面全部都是 然後搭配美國 超等級的 它本身的吃法有三種 等一下可以介紹給大家 它有魚子家民開始跟鮭魚卵當作配菜 你知道 高級的凍飯配上高級的配菜 今天我跟你講 吃完膽固醇就比較高 然後我剛剛不只點了這一些 我還點了一個 黑糖黃豆炸馬雞 然後跟日式黃金炸蝦 那這兩個為什麼我會點 是因為 他說現在任選 就是黑色跟橘色的兩種配菜 炸起來九九 所以我就小時候點了一個 然後還另外點了一個 左翼推的 尊鮭魚卵 20克 只要60元 他說建議我可以點 我就點 好 然後目前就先等它上 各位 這個太浮誇了吧 超大份 真的是超大份 每個人價格那麼高 它真的是全部都是定 嘿 你看 它這真的是一整個馬份海膽 旁邊的話 這裡就是飯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蛋 然後還可以拿來包這樣 好我們 我們一種吃法一種吃法來試 第一種吃法是 我們先用手捲好了 海膽鋪在海膽上 再用手捲去捲 好 這個我應該可以 好那我們第一種 我們先拿海膽 欸真的不符 它超多的 再加上一些 鮭魚丸 我跟你們講 太多了 而且我還另外點了 鮭魚丸 我不應該聽左翼的 你們看 滿滿的鮭魚丸 超滿的 然後 布在上面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直接捲著吃 啊加點蔥 加點蔥 我跟你們講 我做的真的很 我做的滿臭的 好我們直接這樣捲起來吃 其實我不太會捲手捲 可是應該差不多就好 它這個海膽超級鮮甜 各位應該有吃鮭魚丸 鮭魚丸咬一下 它就整個爆開了 然後會爆汁 我剛剛就是 海膽的整個味道 全部都在我口中 因為我剛剛的海膽夾滿多的 然後 沒嚼一下 龜軟油和這種口中 一直爆開 兩個搭配起來 非常的好 我覺得完全不會太重口味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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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跟各位講 這我剛剛挖的一腳 它真的量的很多 這個夠我吃好幾口 這應該是我經半年吃過最貴的菜 然後我們第二個是 海膽肉壽司 我好像應該要把蛋搓放好了 肉的下面 我們先鋪一層飯 放在上面我們再鋪肉 最後再來一點海膽的部分 喔 喔 看起來 做的真的很不好吃 最後我們再加一點松露 雖然我煮得很醜 那應該很好吃 海膽肉壽司 海膽讓你包成熟 牛肉壽司 超懶的事情 我跟你講 因為海膽本身是比較軟 它有整個蔥濕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它牛肉本身的味道很重 我剛剛就是海膽包著牛肉的那種氛圍 因為海膽本身口味算是比較重一點的食物 那牛肉完全不會適色於海膽 它不被影響耶 就兩個互相綜合 導致最後蠻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我剛剛加的那個松露醬 有點加太少了 再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他說就是直接不用客氣 是海膽燒肉糊 將海膽剝在凍飯上面 那就是最後一種吃法 因為最後一種吃法是直接淋在上面 那沒關係我們繼續包 我覺得鮭魚還配海膽真的蠻好吃的 海膽是我們的第一 我們不能用太快 所以斟酌一下斟酌一下 然後再加一點 然後我要跟各位道個歉 就是前面我剛剛一直說松露醬麵 那是魚子醬 然後我這樣加下去以後 我要再加加片牛肉 它牛肉的稍微超好吃的 我覺得我現在最喜歡吃的方式 應該是用手捲的方式吃 我這個方式沒有那麼適合 因為蠻軟的味道 有點會把牛肉的味道全不蓋住 所以剛剛不應該牛肉夾蠻軟 他們兩個應該各配海膽 會比較好 那我繼續用那個海膽 這個真的會一口接著一口耶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加一點那個 明太子 剛剛沒有夾到 明太子 很脆 因為明太子它的軟都是很小粒的 當你整個海膽都在你口中的時候 你的明太子本身 會混在海膽裡面整個 跟在你口中 所以你會整個嘴巴全部都是明太子跟海膽 蠻爽的 好了各位 這種東西來了 我要直接把所有的海膽全部加在我的 凍飯裡面 不要浪費 要不是現在在外面我都拿起來甜 再來的話就是我另外一點的鮭魚卵 最後 魚子醬 然後還有青蔥 我覺得它有複製醬油 我覺得其實更不用加 完美 對 雖然看起來我用的不只美觀 但是應該蠻好吃的 看這一口超奢侈 對 超級好吃 當海膽整個油入你口中的時候 你買那個就是海膽的味 這時候 鮭魚卵會一顆一顆的爆開來 然後慢慢的 跟海膽綜合在一起 最後 你會吃到 它牛肉本身它的燒味 跟講超讚 真的非常好吃 但意的話 我覺得 其味道還好 比較偏向於 增加口感 我要加一點芥末 我跟妳講 不敢吃芥末 妳就再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本來是不喜歡吃芥末 一點點完美 這真的是海膽吃到好味 我看真的滿醉海膽味 這麼大量的海膽 其實一個人吃會膩 那為什麼 它可以一直吃呢 因為它跟你搭了很多種搭配 海苔 明太子 魚子醬 那個芥末 然後或者什麼 最後還可以搭牛肉 所以 你們來吃 你們會點了一道菜 基本上你們是可以嘗到 四五種不同的料理 那種感覺 我真的給很高的評價 一到十的我會給九分 對 應該是我以往最高的評價 比起一些五星級餐廳 我覺得這個更好吃 各位也知道 我本身是個 我怎麼挑的 但是我這一家 真的非常好吃 一家是要帶鯨魚器來吃 這一段一定要撿進去 我懂生存喔 最後一口 真的很飽 所以我推薦 你們一次 兩個人到三個人來一起分 然後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點其他菜 它這裡還有一些丼飯之類 價格沒那麼高 完美 超級好吃 最後吃完 嘴巴都會有他們滿滿的海鮮味 所以我覺得它滿貼心的 它最後還有附一個紅豆腩 可以簡易 我跟你講 我有後悔點雜蝦 跟那個麻糬 我想超飽的啦 來 我們來吃雜蝦 還有雜蝦 它不錯 它的皮滿薄的 然後它的雜蝦 滿厚的 是懂得也行 我就覺得 它是黑糖麻糬 蠻好吃的 就是 以最後來說 可以簡易 我覺得不錯 可能要其他飯或飯會比較好 大家各位 今天吃得非常滿足 這個活動其實 其實是 其實蠻快就結束了 這是期間限定的 是從7月16日開始 到8月31日 那剛剛 鮭魚卵其實本身 60塊 20公克我覺得還蠻多的 所以各位有興趣 只要加點鮭魚卵 其實可以加 總體下來 我覺得 會給我意猶未盡的感受 我還會想到這次 好 那割動 以上就是今天的 孤獨如美食型 希望大家有喜歡 那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跟訂閱幾席 然後記得去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 黑魚LIV的粉絲團 然後追蹤我的醫師櫃 影片也可以參加84 那我們最後下一部 影片見 掰掰 哇